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在觀賞的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按下小鈴鐺喔 我想莎莎醬是一個大家都很喜歡的簡單料理 只要把莎莎醬做好之後,拿來沾玉米餅 或是把汆燙好的海鮮淋上莎莎醬都非常的好吃 來看我怎麼做莎莎醬 這邊就是莎莎醬的基本原料要有番茄、洋蔥、檸檬、辣椒、還有香菜圓衰 那番茄跟洋蔥大概是1比2 大概兩份的番茄、一份的洋蔥 然後檸檬汁一定要有讓它酸酸的 辣椒要讓它辣辣的,因為這道菜就是要酸酸辣辣 那香氣呢就是還要有這個香菜圓衰來輔助 番茄跟洋蔥都要切丁,我們先來切番茄 那粗細的話,我是覺得那個最好是細一點點 番茄丁不要太粗喔 細一點這樣口感比較好 然後刀要稍微粒一點點 他才不然有時候那個番茄一層滑滑的皮在 然後把番茄丁放到碗裡面 再來是切洋蔥丁 這是我是找阿利弗的切法 洋蔥的根在這裡 然後就這樣子 不要切段就是這樣子 這邊也是 好,然後在這邊再把它這樣對著切齊 這樣出來的洋蔥丁就很小 這些夠了齁 番茄2、洋蔥1 像這樣 把檸檬這樣擀一擀壓一下 然後比較多汁一點點 然後再把汁擠到這裡面來 把檸檬汁擠進去 我是覺得酸一點很好 這樣應該是夠酸喔 好 香菜切碎 然後這樣也可以 碎一點 香菜 香菜我覺得也是不要太少喔 再來切辣椒 我們要放一些辣椒 這個莎莎醬就是要酸酸又辣辣才好吃 把它用碎一點 不然太大力 如果一口咬到整個辣椒 應該會覺得很受不了吧 把辣椒放上去 我手不摸辣椒 因為怕太辣 有時候我這樣弄手指很好 這些把它攪拌均勻 就會有神奇的作用喔 那我們就把它們做充分的攪拌 還記得有什麼嗎 有番茄丁 然後有洋蔥丁 香菜 然後還有檸檬汁 辣椒 像這樣子 那至於調味 要不要加鹽的話 就看你搭配的食材 像我們是搭配市售的玉米餅的話 那味道已經很濃郁的話 就可以不用再調味 但是如果你是要涼拌海鮮 淋沙沙醬的話 那你可能就可以 在沙沙醬裡面加一些些鹽 這沙沙醬啊 剛做的時候會比較脆 然後如果你放一天啊 冰在冰箱啊 隔天會比較軟 軟Q一點點 各有特色 我覺得你可以剛做完就吃吃看 你也可以擺到隔天再吃 風味都不一樣 像這樣擺著 放進來這裡 沙沙醬不用使用到鍋具爐火 操作非常的方便 是一個很棒很棒的Party料理哦 沙沙醬玉米點心完成了 這個沙沙醬最適合配玉米餅 像這樣子 很好吃 酸酸脆脆的 你剛剛又香香的 沙沙醬用到一個很經典的香草 叫做圓衰 Coreander 那其實也可以用刺圓衰來替代 如果你要做成創意料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圓衰改成其他的 像是九層塔 或一些西洋香草 風味都非常的特別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分享與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